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声东激西 今天由卡卡、Gary和我 我们偶然做声东激西 都会转回去二十四节气 最近人们倒数进入立下 但是气氛有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今年立下 其实特首早前已经宣布了 就是三月很放暑假 由他宣布立下 帮学校调了上去 你最迟不要迟过三月十几日 十七日就很立下 所以大家说 是的 还有三月中已经二十八度了 那时候 真的很奇怪 然后人们就说 全球暖化 对 我不是这么看的 你不会因为一两天热 你就说全球暖化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 立下呢 又这么说 今年五月五日 2022年五月五日 和中国人的关系 好像感觉上强了 因为冬奥倒数 他用二十四节气来倒数 今年 所以大家对这些节气 就比较熟悉了 尤其是 立下这些过去 没有那么多人留意的 我那天看倒数 有个朋友 在我旁边说 有立下的? 我说是 有立春就有立下的 也有立秋 对 也有立秋 我说一年有多少季 那他当然是 受了下午鬼赛 我去继续 继续吧 我以为你免得回答他 对 那立下 其实也是一个 古代很重要的节气 其实都会贫臣 跟着皇帝 又去做一段的祭祀工作 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对 还有很多不同的习俗 例如要吃鸡蛋 一来就是营养丰富 二来就是代表着圆满 幸福 是 而且又说 立下这一天是门神的生日 大家就不要坐在门栏上 要不然 门神就会给一些不好运你的 是的 那就是出入要平安 是的 有这样的概念 还有 我有时候觉得 东西方文化 硬是有一些位置 会有一种 冥冥中的关联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们中国人立下 是要吃鸡蛋 是的 还有些地方是会玩鸡蛋的 是的 是的 玩鸡蛋 一会儿说 但其实都挺 五月头是立下 有时候四月中 四月底是复活节 复活节也是跟蛋 复活蛋 有关的 当然这个复活蛋 就真的跟基督教 说耶稣复活 是另外一条线 就是拆开了 就是 为什么复活有兔子 因为它也是跟生育有关 那个复活 其实有生育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就跟蛋 会有关 但是又扔回去立下 整件事 都挺奇怪的 那当然你说 怎么玩蛋 原来会玩斗鸡蛋的 每人背一只鸡蛋 在那里斗鸡蛋 看看哪一只鸡蛋 就会够坎 就是这些小朋友玩的习俗 其实复活节也有这些习俗 都有撞鸡蛋 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 是 其实 当然西方的宗教寺日 就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民族 但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 这些热气呢 永远体现了很多 譬如我们当年做龙母的时候 很多的方向 但是其实很奇怪 慢慢的又不是小 大家会觉得 你必须要学习的内容 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都应该 放在这个课程里面 识教呢 那现在有时候可能 都是个别的老师 个别的兴趣 很多这些传统的智慧 其实经历了很多时候的考验 就算刚才你Winson说过去 很多人都说 全球暖化 但你留意一下 就算天气有什么状态 发生也好 当我们定了平革 立下那天 通常都真的 又会比平时 明显感受得到 那个分明 其实这种智慧真的很厉害 就是这些沉添是几千年沉添出来的 是 但是这个 所谓几千年的沉添 和我们古代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 为什么要定节气 除了说一个政治的仪式 这个政治仪式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政治仪式很多时候 都是想透过这些这么隆重的行为 去做一个纪录 让一般的普罗市民百姓 是知道 哦 原来天子 原来那个管治者 都是为他祈福的 都是为他好的 因为 没有互联网的嘛 你要靠一些大东西 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去告诉别人 喂 其实 网商 很看出你们的 那看出你们的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耕田的嘛 我们是农业社会来的嘛 所以就透过节气 你这么关注 什么时候要做些什么 看着那天来做人 那他是天子 那就是你要看着他来做人 那他自然也要做回应给你 就是那个意义在这里的 那所以去到近代社会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一种抗拒呢 就是他们和管治者的关系变了嘛 那但是我又觉得 这一样东西 就是他和管治者的关系变了 那你表达的手法不同一点就可以了 你教的方式不同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譬如我们做传媒 那我们作为一个媒介 其实去到这些日子 就应该做这些节目 告诉别人 其实我们不只是说 你今天应该要撞鸡蛋 或者你应该撒一只蛋 那也不是与义士并进的嘛 你应该是告诉他们 历史的由来 走到今天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啟发呢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 其实就是随着那二十四节 是有不同的里程碑 就是如果我们用今天一个工程的说法 就是你有不同的Mountstone 你有不同的checkpoint 你要看一下你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嘛 那立下其中一样最重要的进度就是 就是告诉你 其实开始热了 你都可以看到下一阶段了 要是抽收就快要来了 虽然你现在很辛苦 因为你想想 夏天你都要继续耕做的嘛 那种的辛苦是汗流脊背 对不对 所以就要告诉你 其实都可以继续庆祝的 那立下了 所以很快就立秋了 所以立下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很快你可以看到收成的阶段 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而且也都中国人很懂 跟那个大自然去打交道的 其中一样立下的重点的所谓 就是变化在土地上的变化 就是幽隐出来的嘛 幽隐出来就是这样写的 就是阴而屈者 盛阳而身见也 那就是阴又屈的 躲起土地的 现在立下了 天气好了 你会见到那些幽隐 所以走出来了 你见到它了 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我觉得现代人 就不喜欢这种说法的 他自己个人的概念很强的嘛 但是古代他对于幽隐的概念 就是幽隐都帮我们拨松泥土的嘛 他也帮你耕中 一部分的嘛 而过去你可能见到他躲起来 陰而屈 是吧 现在都可以出来了 现在都可以见到 可以舒展一下 有这个意味在那里 那当然你说 那你就是当人是幽隐 是的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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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 当时 我们经常听不止幽隐 你也听过 是吧 但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中国的 历史文化背景 那个国情 古代是真的这么看的 就是 不要紧要的 你幽隐也好 现在又可以舒展一下 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里面 我刚才提到 就是很多二十四节戏 都会有一些 天子和市民接触的一些制典 又或者 他带着文武 就是文武官的 其实 其他人都是听回来的 但是 但是 也是有个动作 我们 现在用英文说 我们联系一些市民 是吧 我们是和市民做沟通 迎下而识 是的 就算现在 新的政治制度 没有任何地区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够 是吧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有一些大型的 国家庆祝活动 其实正正就是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仪式 去承托着 我们和民众中间的关系 也都借这些仪式 可能将一些重要的概念 或者政策 或者国策 我们要向市民宣传 然后应该接着 有一系列的好动 但是 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做这些东西 好像烧烟花 就是我们当想起 我们说了 然后就完了 就完了 就是那个后续 去到市民各个阶层的宣讲 这些在政策层面 其实要多做 否则市民和政府的距离 永远都好像 不是完全挂上勾 就没有那么理想 所以不是 只是靠活动来去联系 其实你平时也要是有机会 有些渠道 是听到多些市民的意见 才是真正的联系 是 我想整体来说 就是 如果我们由24节气讲起 纳下也是一个 挺重要的概念 因为它是提醒你 你过去的新奴 和你现在的新奴 可以累积到 往后的成果 是 这个就是我觉得 所谓管治者 经常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你就会达到目标 如果说得宏观一点 这个也是挺典型的 所谓对中国梦的一个理解 和美国梦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梦就是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两个一百年的框架里面 那就是说 你放心 齐齐会复兴的 不过现在呢 大家一起努力一点 虽然也许你觉得很辛苦 但我们会齐齐复兴的 所以大家朝着这个梦 一起去走 所以就 我想就是Gary说 你不要只是放烟花 而是说 你就算给一个梦 你的指纹也好 内涵是什么呢 应该怎么实践 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回去继续讲 好 我们没有多久前说 5月4日青年节 5月4日青年节 今天说立下 因为今年5月5日立下 其实两样之间都有个关联 因为立下 我们会将焦点摆起 和小朋友慶祝 刚才说的那些玩蛋 撞蛋 其实那个蛋 都有那个成长 枯发的意思 刚巧又和之前 再之前的复活节 有些关联 兔子会生一斗 代表着有强的生命力 也都有一个习俗 就是在家 几多地方以前 现在可能少了 就是会帮小朋友 磅重 磅重 也是一个立下会 做的意识 当然了 我怀疑在香港 有很多成年人都会 因为立下 真的很难再有衣服去遮 所以都要炸炸 好 对 要接受现实 对 这个就是我 之后就准备说 是 因为原来5月6日 就是这个 国际反节食 或者不节食日 就是鼓励大家 接受大家的身形 很支持 我等下 下一集再说 那不要当重 先说一下 那先说一下 那说到那只蛋 其实我们如果关注小朋友 即他所谓捉不捉清之外 其实蛋的联想也挺多 比如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当下 2019年 香港不是很混乱的 但其实同一时间 世界都有一件事 是挺 挺荒诞的 真的 就是 在推特的世界 有一班人就说 不如我们做一个世界纪录出来 就是不停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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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一些讯息 讯息 转发到破世界纪录的 那我们就 就这样拍着这只蛋 就拿这张蛋 就真的是蛋传蛋 蛋传蛋 一路走去 阿姜你好像记得有蛋 有没有为什么要选一只蛋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没得明白的东西 就是荒诞之处 我觉得网民就是有这些位 我们一起做一样东西 你很有位地去做 是做不成的 就没有人跟着 没有人跟着 就是你太过 这么静 就不要玩 就传蛋了 那些 就传蛋了 过五百多万 破了世界纪录 就是防弹少年团 都不够他 很厉害 是不是真的很 很怪 就是网络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小朋友就是这样 觉得好玩 我就传 就是这样 其实在互联岸世界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包括刚才你说传蛋 你要明白 它破了世界纪录之后 他每传一次都刷新纪录 是的 其实是可以不断破的 第二 有个小朋友说 究竟可以收到多少电邮呢 然后又是蜂蜂而至 当然了 线械也有人做过 是的 在互联网的世界 我们一直有想法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试 你够胆说 是 就一副八占 是 这个是一个好处 就是阿里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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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那时候就没有人理解你 很多KVL都想做KVL 是的 难道每人都是吗 在互联网世界 有时你目的性有问题 是 你越有目的 我越不帮你了 是 其实有时你没有不理由 大家就很愿意 亦都会参与 参与 你看看有欢乐 还有 之前有些冰桶挑战 那些 后段有很多 后段有很多的演变 就是用商业的模式来做 就不行了 其实全部都不行了 好像是 如果我收到一些讯息 他经常说 请转发 求求你请转发 通常我都不愿意转发 但是有些很搞笑的贴图 你真的很愿意广传 所以 其实立下才应该要做冰桶 挑战 这个就是 正正是很多做公共政策的人 他们用社交模式的时候 感觉到很苦恼的地方 是 因为做政策的人 他们是正经的 是 不正经也不行 所以要请小编 通常小编 都是比较过瘾一点 是的 甚至乎 那愚人节 我应该不应该出 一个新的政策呢 證计他们 可能有时候会太紧张 不要再三月三日一日出了 免得有人不会 他们的人本身是很正经 当你很多人在网络世界 甚至乎有些很正经的人 他们想到网络世界 都是比较玩笑的 是 都是喜欢比较 换味重一点 因为现实世界的重担 已经很重要了 所以 网络那套原则 他就不知道怎么跟随 他觉得 蛤 那我怎样做回一个 可以破掉蛋记录的公共说传 你开始这样想 你就不会破掉了 就是 你一去 很认真的 我做比较 我去参考的时候 事情自然就做不成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很多做公共政策的人 他去做网络的宣传的时候 他找个小编 他也要放胆给个小编 做才行 当然 他有时候也会出事 公关灾难 你也会出现公关灾难 但你也要接受这件事才可以 而回去 我说 把蛋和公共政策 和管治者的关系 我们怎么可以 孕育出一只蛋呢 其实 刚才说的那种 网络的生态 是挺典型西方 甚至乎 挺美国的形式 那只蛋是我来的 我枯化出来的 而中国人 就不是 他看到是 整亿 十几亿只蛋 即是他要一起枯化出来的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 和其他互联网的运作模式 就不一样了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 因为他不明白你的一套 我唯有用一套 我是明白的 是吧 那美国人的 所谓美国梦 如果我们 把蛋变成 其实你看到一只蛋 就是希望他 他早上有一天枯化 而那个梦是什么呢 就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其实 它的本质上 那个美国梦 就是说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到这里 我们都会当你美国人 我们是一个大用奴 大家各自努力 所谓各自努力就是什么呢 赚钱 是吧 然后我们也有一套制度 叫做 上市 即是 你赚到钱 搞得行 哄得到老闆 或者银行家 你就可以集资 那你就会有 即是 即是 达到一个 你发达的美国梦 那是一种 个人英雄主义 亦都是一种个人的成功 一种 个人的成功 即是 个体主义的彰显 梦的重点是什么呢 梦的重点 大家永远都不记得了 梦的重点 就是它不是现实 那是假的虚设 还是什么呢 哦 又不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所谓梦呢 就是 可能我们 有几代人都未必达到 所以很远 有个说法我挺喜欢的 就是 梦是现实的延续 是的 那 现实也是 梦醒的时间 即是不再做梦了 那我们会面对现实 但如果我们希望有个梦想 我们不能够纯粹在一个虚浮的情况之下 去幻想的 因为幻想和梦都是有些分别的 幻想可能是光影世界 虚拟世界 当然现在还有Meta 宇宙 但是梦是希望一起去建构 在中国梦的这个背景之下 那 香港人由于他们个体的感觉很强 我们作为个体的感觉很强 我们未必那么容易去明白 但是你看到内地 他们的群体的力量 或者意识是很强的 所以他的中国梦 在这个背景之下 和十几亿的中国人民 甚至海外的华人 一起说的 所以我想 那个中国梦的意思 就不是说美国 就是我欢迎所有的移民 大家各自来这里 发达吧 你就去美国梦了 我们的中国梦 其实有很多人我们需要照顾 你不是只是沿岸的城市 或者省市 它发达了 你就不用管其他的 一样的话 国家都不会稳定的 而国家不稳定的话 就不好意思 你有的钱都会没了 因为国家一乱 其实我们就真的在 大家应该现在都看到了 国际形势这么复杂 随时有制裁 我们一定要现在站在一起 去建立自己的民族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 大家暂时放下你的成见 因为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目标 更远的梦去达到 我觉得中国梦的理解 在我的角度 是这样去理解 是这样去理解 二十四节戏 对我们来说 既密身又熟悉 我们久不久都会听到 例如冬至我们要吃汤丸 但究竟为何我们会有二十四节戏呢 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先言前辈 在农业立国的时候 透过不同的经验 经历 将不同和我们农间有关系的节日 定义了出来 二十四节戏原容至今 也有其准确度 而且在世界各地 都会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推广 但为何我们在香港 没有深入去学习和了解呢 今天是立下 立正正就是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天气就会有了转变 也都是以前是对农业立国 我们的一个提醒 但是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文化认识 我们可不可以就从 立下这个节日开始了解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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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